楊主教、夏主教、陳副主教 各位修女、各位弟兄姊妹、神父 在過去五十年來 我有幸在羅馬聖城求學 也有機會去過很多歐洲國家 後來70年回到香港之後 也有很多機會帶領朝聖團 去各地朝聖 歐美、亞非、澳大五大州都去過 順道當然是參觀不少的歷史悠久 建築宏偉的教堂 從而看到很多令人陰善的畫像 令我今天記憶猶新 我不妨將三點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 比方在羅馬四大聖殿 法國巴黎聖母院 威尼斯的聖尼厄爾等等大教堂 不但在地下還有很多聖人 而且也擺設不少的名貴油畫 特別是有關於耶穌和聖母的故事 色澤幽美、神態、許許如生 使得觀賞的人感到耶穌和聖母有如活現眼前 他們特別能夠將聖經中耶穌的慈悲內心、面容和神態 讓人縮然起勁 對天主產生一份敬愛之情 第二點就是 各地的宏偉教堂 和考奪天宮的聖像名畫 都不是一朝一夕產生的 而是經過畫像藝術家 即連累月的努力 甚至需要窮一生的精力去完成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對教會作出貢獻 但是比起這些藝術家 他們畢生的努力 無條件的奉獻 實在感覺自愧忽如 所以我們應該急起直追 向他們多多學習 第三點就是 外國很多教堂 日間大門常開 讓人們能夠自由進入 在寧靜和神聖的氣氛之下 安坐或者跪下來祈禱 使得我們在心靈上 吸取上主的位席 亦都進而將這份主的慈悲精神 活現在我們生活之中 多謝夏主教和他所領導的慈悲欺憐 專責小組悉心安排 邀請德修女 攜同他的慈悲面容畫作 遠自法國來到香港 而今天我們慶祝 耶穌顯聖傭的尖禮 剛才我們所聆聽的福音 就是配合今天的尖禮 非常配合我們今天的祝福開幕典禮 因為德修女 其實透過她的作品 使得耶穌的聖傭 活現在所有參觀的人當中 除了多謝德修女 和各位出席今天 開幕典禮的人 你們各位之外 亦都祈求上主福佑 所有前來參觀這些畫像的人 增加他們敬主之情 亦都學習藝術家的無條件奉獻精神 更加期望進來聖堂的人 不要忘記祈禱 使得我們的心靈 吸取上主的位席 亦都從而 將天父的慈悲面容散播開去 使得香港社會 以致保世都能夠更加和諧 更加美好 天主保佑